國會改革法案覆益失敗之後 網路上有民眾醞釀要罷免國民黨 以及民進黨的立委 不過由於民眾黨八席都是不分區 因此也有人把焦點轉向民眾黨籍議員 不只是一般民眾 或者是所謂的民眾黨支持者的立委的 在立法院的表現都有相關大的意見 不能罷免民眾黨的立委的情況下 會不會把所謂的仇恨值 轉移到這些所謂的民眾黨的小機議員身上 網路社群有人直說 大家拿不分區沒轍 那就同黨議員明代來丹巴 首要目標對準民眾黨台北市議員 包含學姐黃金營還有林真宇都被點名 對我們而言實在是莫名其妙 這個滿頭霧水 因為意識形態 而且當家執政的在鬧事 將這些罷免的仇恨動員 下放到地方政治實在是沒有必要 眼看這家議員也被捲入國會戰場 立委幫忙回嗆 豬首九族連做法 那可以修法 他們民進黨也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法案 來證明說到底是誰在這個反民主 但是他不應當變成是政客在耍弄的工具 也不需要去特別提高什麼罷免的門檻 變來變去這也是很奇怪 就好像那個公投 一下變來變去是多丟臉的事 我們是不主張動那個罷免的門檻 一個十萬票的立法委員 結果他七萬多票就可以被罷免 這樣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會跟台灣民眾黨持續來溝通 作為提案人之一 國民黨立委常調持續溝通 人沒放棄藍白聯手 TVS新聞 林綺翔佩玉台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